春节假期,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热映 截至3月12号,该片的票房成绩已经超过40亿 票房口碑双丰收 作为国产科幻电影崛起的标志性作品 《流浪地球2》的幕后有哪些故事? 3月18号,到中华,中国新闻网直播对话《流浪地球2》主创团队 影片中,老矽谷李雪剑饰演的周哲直面向全世界发表演讲 呼吁全人类团结起来面对危机的片段打动很多人 制片人兼编剧龚格尔说 在片场,很多不懂中文的外籍演员也被他的表演所感染 因为他是现场使用中文去念 其实底下的很多外籍的演员,他们听不太懂中文 但是李雪剑老师就把这段词说完了之后 底下的演员直接站起来鼓掌 这个是没有人安排的 那是郭文兰演跟我说 那是表演最难的一个,就是传递信念感 这种传递信念感,出神入化 我不知道怎么表演才能做到这一步 但是李雪剑老师做到了 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与李雪剑有多次对手戏的青年演员 朱颜曼兹饰演好小夕 他也分享了自己对于细节的处理 影片中,面对有人不断牺牲的时候 周哲直问,你觉得这公平吗 朱颜曼兹做了一个起身设计 其实有些很重很重,很深很深的情感 或是力量传达给你的时候 可能语言是特别特别薄弱的 它没有办法过多的去展现那种很复杂的情绪 那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合适的行为 当时我记得其实我是无法做答案 因为我可能也在寻找答案 或者是说我接收到了我的老师给我的这句话之后 让我开始找到那个答案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一个行为可能比语言更会有力量一些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里 科幻题材可谓前无古人 主创团队摸着石头过河 创造了多个第一 比如第一次引入虚拟现实技术 后期制作中第一次尝试人工智能 第一次采用全片预拍摄方式等 我们在影片正式进行拍摄之前 会将整个影片全部在虚拟的环境内拍摄一次 那么这样做就可以使整个团队在正式进入拍摄之前 已经了解到我们即将拍摄的每一个镜头大概是什么 这样的话有利于所有的团队信息同步去了解我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是一次比较有突破性的尝试 龚格尔认为科幻电影其实是跟国家实力直接挂钩的一种文艺类型 现在在中国蓬勃发展其实是一种必然 我觉得中国就是现在像刘思琴老师说的 最具有科幻感最具有未来感的地方 因为中国它的不管是它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 还是它的科技应用领域 包括它的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 一个是制造的造 一个是智慧的造 这两者都是蓬勃发展 我们的航空航天 基本上科幻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应该说是以这些为背书的 所以我觉得是个必然 这些为背书的造型 这些为背书的造型